タ肉 aceut sever 發現好像有欸 我們現在來到這地方叫 境苦部落 會站到好 了嗎 出來好嗎 好 我們準備出發 出發5分 捕魚 先抓這一個 對 然後再抓這一個 對 然後它這個 這個要這樣子弄起來 OK 整個握住 好 建埔部落是以 阿美族為主的傳統純若 位於瀉布蘭溪出海口 上游水流磐疾 是台灣最受歡迎的 扮收與政府服務 怎麼有螃蟹 這邊有捕到魚呢 但是竟然有螃蟹 對,有螃蟹 沒魚,蟹也好 三角網出體驗 總算沒空手而歸 暴含虛範的阿美族人 整個村子領海而見 海洋文化特別發達 還有代代相傳的捕魚技法 跟著阿勇的腳步一起 翻沙找蟹 這畫面好像 兩個大男孩在 一隻小朋友的立動物 那在早期呢 我們的抓把是用土腳 土腳 對 土腳這樣去翻紗的動作 OK 所以它會躲在裡面就對了 對 它躲在紗質裡面 感覺很像在幫我們的腳 去腳質 在摩擦的過程當中 感覺這個腳皮就去得很乾淨 另外一種叫 利用炸彈雲的濃郁腥味 穩穩吸附在鐵盤上 等待浪花蟹聞臭上門 聞到這個腥味 所以它就慢慢聚集在這邊 對 然後就會聚集 對 手 對 而且我們手上很有任何味道 我們就把手插在土裡 然後等20分鐘再拿起來 好整理 浪花蟹就在我們手裡 對 15分鐘過後 終於可以啟動 休閒模式 就在那邊洗一下 我們就上去看看 有沒有這個浪花蟹 OK 我們就拿到上面 對 我發現好像有耶 有嗎 有 它像石頭耶 這個是不是 是嗎 抓起來看看 對 這就是我們的浪花蟹 這就是浪花蟹 對 長得好特別 長得像石頭 長得真的超像石頭的 俗稱鬥退路的浪花蟹 長得不像螃蟹 天然的保護色 讓它們混在石堆裡 難以分辨 現在是晚上7點鐘左右 所以我們現在要趕往魚島 因為有一群漁民 他們正準備出海捕魚 每年4到8月 是飛魚的產卵期 他們會沿著東海岸的黑潮 背上回游 來到海域捷徑 充滿食物的封定箱 此時除了適合飛魚 繁衍棲息 也是漁民出海捕撈 他們的大好時機 其實呢 光是白天出海 都不會是很豐富的 平溫鮮 現在就能光是這個晚上 而且呢 要捕這飛魚 確實就是要在 晚上的時候來捕 不用等到特定月份 當地人說 只要看到刺瞳花開 就知道是飛魚的季節到了 而今晚白羽滿天飛 據說這個 就是疑惑大豐收的徵兆 第一次搭船航行在海上 完全看不到四周的環境 因為真的是非常黑 加上海上是完全沒有光害 其實內心是滿緊張的 但是又非常期待 待會兒可以看到他們 有滿滿的疑惑 出海的這天 風強雨大 拍攝團隊 各個倒的倒 濕的濕 風大到穿上五衣 都有困難 你們是頭昏的嗎 對啊 那還怕 對漁民來說 夜晚出海捕魚 是件稀鬆平常的事 那我們可以看到那個網 他們是弄了一整條的線 然後在這邊守住待住 果然看到了這個飛魚鋪網 那現在已經開始陸陸續續在守望 大哥 今天的魚多嗎 我真的 應該是說這個浪稍微大的一些 飛魚就會往上爭脫 真的是很辛苦 因為他們那個沾板船 這底部是平的 那個船是更晃的 在第一次緊挨著他們的生活作息 拍攝漁業過程後 我們每個人心裡都相當感慨 漁獲量多時他們感謝上天 量少時他們也從不埋怨 因為這就是老天最自然的定律 有奢有德 反而會更加珍惜擁有的一切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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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